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渴望和你进一步发展 这时 女人对爱情的憧憬会非常强烈 她迫切地想和你拉近距离 以便与双方确定恋爱关系 因此 她会给你许多默许 让你有机会接近她 女人嘴上不说 但在行动中会让你察觉到她的心思 期待你来追求 男人跟女人交往一定要细心观察 及时读懂她的暗示 这样才不会措施真爱 你要知道 不管女人多么矜持 一旦对你动了真情 她就会在许多方面默许你的越界 一个女人敢跟你有越界的关系 无非就是真心想和你在一起 期待和你共赴未来 所以 女人对异性动情了 会有意让你进入她的私人领域 男人别不懂 一 让你进入她的房间 给你特权 一般来说 女人的房间是不允许异性随便进来的 毕竟 女人都有很强的防备心理 对于不信任的人会保持戒备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都会设置自己的安全防线 一旦有异性随便闯入 就会立即拉向警报 这时 她会跟你保持很大的距离 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接近她 相反 如果女人真的喜欢你 渴望和你发展感情 她就会有意放下戒备 等待你的到来 直逞动情的女人 会默许你进入自己的房间 给你更多的特权 默许你的越界 尽管女人会掩藏自己的感情 但在心动的男人面前 她肯定忍不住想跟你拉进关系 因此 当一个女人默许你进入她的房间 说明她对你是真心的 希望你来追求她 男人遇到了 别错过 二 敢跟你单独相处 向你敞开心扉 对于一个异性 女人爱与不爱 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现 爱你的女人会让你靠近她 享受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光 她默许你在这个时候越界 和她有亲密的关系 说明真的动情了 相反 女人若是不爱你 她根本就不会让你靠近她 更不会让你有机会和她接触 也不会和你单独相处 这时 她对你的戒心非常强 不会允许你越界 横排斥跟你交往 因此 一个女人敢跟你单独在一起 并且不介意发生肢体上的触碰 说明她是真心想和你交往 她愿意让你了解她 对你敞开心扉 默许你进入她的感情空间 其实 就是她爱你的表现 只要你大胆一点主动追求 她就会奉向所有的顾虑 跟你顺利地确定恋爱关系 所以 男人要懂得观察女人的心思 她有没有动情 其实不难发现 任何一个女人 都不可能轻易地跟异性产生感情 如果对你不信任 或者完全没有好感 她就不会给你机会 当女人还没有做好恋爱准备的时候 她就算对你有好感 也只是把你当成普通的朋友关系 不会让你越见 尤其是那些让她反感的男人 更不可能进入她的视线范围 也难以走到她的身边 因此 女人对于不喜欢的男人 基本上都会保持警惕 安全距离会很大 只有女人真正动情了 她才会放下顾虑给你暗示 和你单独相处时 默许你有越界心慧 让你轻松进入她的感情空间 男人若是遇到了这样的女人 就要抓住机会主动去追求 她对你动情了 一定会接受你的示好和表白 三 带你去她的家庭 让家人认可你 女人若是动了真情 希望和你走入美好的爱情 她就会提前准备 让自己的家人尽快认可你 于是 她在交往过程中 会主动带你进入她的家庭 让你熟悉她的家人和朋友 如果家人对你有不满的地方 她会耐心地解释 还会为你说好话 维护你的自尊 如果朋友故意为难你 她还会主动站出来 听你说话 会全方位地保护你 不让你尴尬 女人如此费尽心思 带你到她的家里去 其实就是为恋爱扫清障碍 尽快得到家长的支持 同时 她还会让你参加她的朋友聚会 让你认识她的闺蜜和朋友 这样就相当于公开了彼此的关系 女人有这些举动 其实就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 她早就把你当成了最重要的人 情感际语 女作家南英说 男人从不担心她的未来 直到她找到一个妻子 女人常常担心她的未来 直到她找到一个丈夫 一个女人真心想跟你在一起 她就会迫不及待地和你拉近关系 渴望产生感情 因为你就是她最好的安慰 也是精神上最大的依靠 只要跟你在一起 她就不会为未来担忧了 所以 有三个私人领域 女人默许你越界 其实就是动情了 让你进入她的房间 给你特权 敢跟你单独相处 向你敞开心扉 带你去她的家庭 让家人认可你 男人若是遇到了这样的女人 记得要把握住机会 主动追求 别辜负了她对你的一片痴心 这世间遇到真爱不容易 只有珍惜缘分 才能收获幸福的爱情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者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